我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招 大家看一看 这个 谷老师啊 咱们让你输招 你怎么还输上牌了呢 这一王带俩二 排面杠杠的 肯定赢了 这叫一王带俩二 这是繁卫药 我们叫脚药 谷老师涉得也太广了 不光中医中药研究 透透明白 不然他这也很 三味药 别看药味少 但是药精 效果还非常好 所谓的这个脚药啊 就是三味药配成一组 三组鼎立 互为鸡脚 相互辅助 相互监制 相互之一 像我们熟悉的玉拼伞 对班农的人的 黄旗啊 白猪啊 咱通 这就是脚药 三子养精他里边的 苏子 白戒子 来福祖 也是脚药 脚药最早出现的 黄帝内精他通 到了这个敦汉时期 一圣钢务领 就把这脚药 推下了一个盖登 说伤寒杂品的当中 记载了三十多种脚药 对你吧 先说说这个心火旺度 尿路感染那个 这三个药 我想大家都认识 我认识这个生地黄 其他的那两个没见过 生地黄是认对 这个药呢 一般的是黑色的 比较绵密的 这个药 另外的那两个药呢 一个是叶子 那是竹叶 还有一个白色的 一长条的 那叫通巢 我们直播间 还真有朋友认出来 这个叫通巢 这个药的 通巢的 对呀 通巢就是空巢的 空巢是干嘛呀 通啊 新火旺引起的尿路感染 生地黄竹叶和通巢 这头脚药 就能帮上忙 如果刚才 谷老师打了个笔子 脚药就相当于 一王带俩二 那谁是这个王呢 在这里面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生地黄在这里面 是起到巨药的作用 生地呢 是滋阴轻热的药物 有的时候 你多给点水 对于火的去除 有好处 这种去除火的办法 是要把它引下来 引到哪里呢 引到底下来 底下是肾的 所以说呢 生地啊 这个药啊 既入心呢 还入肾的 它有一个滋阴养阅的作用 而且还有一个清新火的作用 奇怪的尿路感染里边 我们说的生地黄领贤 是吧 呃 这是王嘛 一王两二嘛 两二是竹叶和通草的 我们讲军一尘二 嗯 这个尘二呢 是两个帮助这个军要发挥救命的 一个是竹叶 一个是通草 你看啊 竹叶呢 叶子 我们讲花草叶 叶和花 往上涨 轻嘛 竹叶啊 轻轻的 它就往上轴 嗯 轻上面热 这通草呢 它往下轴 他们俩 怎么帮助生地去轻轻活呢 一个是呢 竹叶带着这些药物上到上面去 一个是通草带着这些药物呢 把这个上面的热给它轻下来 上到 哎 你看看这个三个药的组成 多好啊 嗯 这就是轻心火 让它轻心火 从哪儿走呢 从水道 从尿道里走 这么一来的 客观上 在你走的过程当中 在走水道 尿道的过程当中 就对这个水道 尿道当中的炎症 有一种消灭的作用 有一种轻杀的作用 这也就是客观上 起到了治疗尿路感染的作用 咱们直播家有朋友 有新想法了 说呢 要是这个有心火旺 没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话 是不是也不能用这个脚药呢 如果你要想把这个心火 引下来往下走的话 还是用这个脚药做 不管它下巴有没有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是个结果 是 我们做的是 制其本 本是什么 心火 治疗它的尿路感染 那只是个由心火导致的一个结果 如果没有这个结果 只有这个本心火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子 把这个心火引到下巴来 送着这个水道尿道排出去 那这个是特殊的尿路感染 这个方子里面 生地黄 通财和竹叶各用多少呢 这个一般的来说 生地黄啊 子地沉重 一般来说 它的用量都得要大一些 它用小量的话没有用 一般都是20克左右 严重点 多一点可以到30克 那么呢 这个通朝 通朝是有10克左右就可以 那么逐月6克左右就行 因为往上走的要轻轻 往下走的要重沉 这个方子呢 主要是要用水来煎煮 至少得半个小时以上 煎煮完之后 这是一天的量 那这个要用多长时间呢 是排尿不疼了就要停了吗 这个因为这个药物呢 表面上是可以治疗尿路感染 其实它是清新火的 这个呢 至少得吃一周 一周之后 如果尿路感染好了 但是新火还没有清除 我建议再吃一周 它主要是清新火 假如说耳朵感染好了 新火也没了 那正好 胆和镖一起都撤除了 新火没了 耳朵感染也好了 那这个就停了 acyj